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谓为台湾电子业的在地化先驱 我就请一位较大的毕业的校友叫邱再信 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国人投资的半导体的公司 他很愿意 所以他就复得做厂长 我们就在租北买了一块地 那时候很便宜 那时候大概400块钱不到一瓶 那时候工资我记得好像是600块钱 一个月 那把他设计一个厂 那我们就成立欢迎 几位校友先后投入工研院的RCA技术转移计划 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垫下稳固的基石 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蜕变的关键时刻 此后台湾半导体产业逐渐发展成熟 归功于无数人的默默耕耘 他们引进IC研发能力 并投入科技创投 帮助台湾科技公司扩张 为台湾的旌旗推动 带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我们交到半导体实验室 那时候旁边隔了一道墙 老师宿舍 胡定华住在那里 张俊燕住在那里 两位没有张俊燕 我们没有半导体 没有胡定华 我们没有后面的商转 这一部分 以AI为主 就AI是未来 就人类的文明里面呢 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健康医疗 交到半导体 是最初第一名 都能变成 五年四年之后 我们的 这个杨敏交到里面的半导体 变成世界第一名 我们这个产业是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产业 那每年 推出产品的速度 节奏 其实都非常快 强调做事情 一定要有效率 挑对的事情做 这是我们常讲的 Do the rising right 你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或者你会发现 除了电子工程以外来讲 还有很多东西 包括材料 化学 甚至机械 不要把自己的眼光 只着现在半导体 这三个词而言 虚容来讲 半导体只是那种 显示外面的一个 冰山的这种角 硬体是很好做的 那么也很值得做 因为这个世界 所有的软体 所有的AI 都建构在硬体上面 所以在类比部分 在高频部分 在偏各种heavy的 不管是材料 或者是类比设计 它们都会缺大量的人 除了半导体本身之外 它的下游的科技 包括IC设计 或是系统的一个设计 那如何在下游的部分 能够培养出相关的人才 我自己是交大电信系 79级毕业的校游 交大的这个校游 在最初的电子工程系 跟电子物理系 其实是半导体业 非常重要的人才的来源 那我自己跑新闻 跑了30多年 那我写了这本书 晶片导致的光芒 采访很多的校游 台湾这个半导体产业 扬名交大的校游 是贡献非常的多 我们的科系 事实上是把投入到 半导体产业的人 做非常细致专业的分工 所以我们的人才 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这个论坛 邀请了五个 在这个半导体领域 都是非常重要的领袖 那他们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面对接下来 下一个世纪的挑战 我想台湾不只要面对的是 人才多元化的竞争 另外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生产 可以脱离台湾 在全世界先进国家 去创造价值 而不只是降低成本 那我相信这些都是 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台湾未来 在这个人才的竞争上面 亚民交大可以尽一份心力 那当然也让很多的这个产业 能够跟亚民交大 一起做很多的产学合作 跟产学共创 让我们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再创高峰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物理学系60周年 举办2024半导体高峰论坛 以表彰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在半导体之贡献 让我们共同譜写 半导体科技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